今天怎么一回事 超过22次 标准是12台 22台就是国家发生什么大事 世大运热潮持续 市长柯文哲一号出席 世贸台北三星展览 人气还是旺到不行 明年的市长选战 外界看好柯文哲连任 事实拿久稳 不过会不会跟民进党合作 还是选战的任何话题 对民进党来讲 他也不用急着摊牌 所以我猜一定是明年 二月以后的事 因为这种对民进党来讲 他合作不合作 主动全在他 他何必那么早摊牌 他看你民调 每天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所以我倒觉得 现在讲这些都没有意义 一谈到民调高 柯文哲神情有点骄傲 但还是老话一句 把今天的工作做好比较重要 不过却传出 世大运执行长苏立琼打算辞职 苏立琼秘书长还没有跟我讲过 一把他会留下来 下一步受到关注 吵的是在世贸的隔壁厂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也来站台 没有没有没有 跟选举无关 世大运办的成功 吴敦毅称赞幕后团队和选手表现 不过还提起自己担任行政院长任内 就协助世大运申办 当然那时候不晓得谁会做市长 我们是我在那时候当行政院长 努力协助好龙斌市长争取 因为主办单位也会问中央的意见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承办的不论是从中央到地方 还有选手都共同分享的荣誉 这是好事 跟选举无关 被问到兰英北市选战要怎么打 吴敦毅没打算多谈 只是客问者 杀着世大运光环 兰英要从2018突围 机会可能越来越渺茫 杀着世大运光环